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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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手受伤的嫌犯 有在买烧烤要当宵夜 一举冲上前压制逮捕 不只还给善良死者一个公道 也成功让嫌犯接受法律制裁 记者天下谭克摩耶森之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 而这名嫌犯原本是邻居的未婚生子 这名阿嬷当起保姆从他六个月大就开始照顾 没有想到上了高中之后 叛逆逃家被赶回了原生家庭 今年四月开始陆续回家讨钱 直到今年八月 死者的儿子看不下去 帮他找了租屋处 还带他当工程学徒 怎么样也落想不到 母亲这几十年前的善心 如今换来这样的悲剧 双手上铐戴着眼镜 身穿灰色Polo衫 低下头什么话都不肯说 理性嫌犯年仅二十岁 横下心杀害干阿嬷 而不止干阿嬷 连家人们都对他视如己出 说明我才看不下去 我真的起床哭 要拉他一把 因为他真的外面没有朋友 没有亲戚 连秀姊都不理他 我说我如果不敢 他死人偶遇 死者儿子透露 二十岁的理性嫌犯 其实是邻居女儿未婚生子 阿嬷不忍心 从嫌犯六个月 就开始照顾抚养他 直到上了高中后 叛逆逃家 被赶回原生家庭 今年四月 嫌犯又现身回家 就是要讨钱 直到三儿子看不下去 也怕增加家庭困扰 心软在八月 除了帮他找租屋处外 干脆收他当学徒 一起做保温工程 他自小人携得大 怎么可能是这样 然后就是一直原谅他 然后婆婆就是说 给他几千块 他可能回来要钱 就给他几千块几百块 去做收费 利用就这样子 就是出于那种 就是有感情的嘛 哪知道 在社群软体上 常常po自拍照 抒发心情 却没有和干阿嬷的 一张照片 死者把嫌犯 从小拉拔长大 怎么样也没想到 为了钱 狠心杀害阿嬷 家属无法接受 当初母亲的善意 却是换来 这样的结果 记者陈嘉明 苏佩宇 新北市采访报道 door 아니 door 门 到 aos 大